我轉台,謝謝各位,謝謝KK 多次來支持我們,有些病 大家待會就一下他 很高興,因為去到教育3.2 上次我說3.0已經很厲害了 上次2.10多轉到3.0 17,轉到3.0 即是我們搞了這些活動,已經搞了20次 多謝大家繼續支持 今天的節目很精彩,我要在這裏多謝三星、Google 以及其他藉著場地,例如City University 都幫我們搞一些活動 希望將來的E-learning發展會更加快 希望大家可以完全用完 我剛才說過,其實這些桌子裡的櫃桶 是沒有什麼用的 你不會再塞一些書 如果大家不戴,書包也不戴 只要用手袋裝著那個櫃桶 這樣收進去,這樣就夠了 否則這個洞可能會比較小 不妨礙帶那麼多時間,多謝各位 那麼,交回時間給MC,謝謝 謝謝 Thank you Francis I would also like to invite Mr. Erwin Huang Chairman of e-learning consortium to deliver a welcome remarks Thank you, Erwin Thank you very much 我也是用廣東話 那麼呢,就… OK,講廣東話 OK, Education 3.0 我們其實3.0系列,正如剛才提到 我們其實這個conference到第17次了 那其實在大概五年前左右 2009年、2010年開始 其實當時還是叫做IT and Education 那就在第四個 我們資訊科技五年計劃裡面 其實我們在當中參與 其實開始在討論 E-learning整件事是怎麼發生的 我想我今天快地和大家高呼一下 其實我們覺得剛剛這一年 其實整體的氣氛都完全不同 我們最初開始的時候 我還記得了 最初開始的時候 我們還在說 已經是電子學習來的 那年呢,那年是出Kindle 是否世界好像很久之前 那年是出Kindle 那些人就說 哇,那些是e-book來的 那些e-book就是這樣的 就是Kindle那塊板 那樣的東西 那麼現在是人都拿著那塊板 所以整個方向是一個很明顯的不同 那麼我們也都見到 overall在這幾年裡面 包括了呢 就是老師的準備程度 準備程度高了很多 我們最初來的時候 最初開始的時候 只有幾個老師 可以出來和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新的方向 champion 新的方法去教學 那麼現在其實在很多不同的學校 很多的pilot都在進行著 那麼教育局也有很多不同的project 在進行著 那麼所以在過程當中 老師的準備程度真的提高了很多 那麼另外也都很明顯 大家這幾個禮拜 大家都在忙 很多人都在忙 就是那個Wi-Fi 400 其實我們Wi-Fi 1000 在全港所有學校 的設計 其實其中一件事 我們在consortium 一直都提供 就是我們要需要 其實那個 要駕駛電子學習 其中一個最簡單的元素 就是學校的基礎 要跟得上 那麼我想這個是 我們大家都很清楚知道了 其實就 從去年開始 我們在香港做了Wi-Fi 100 由教育局去推 那麼今年就現在做了400 那麼現在我也知道 現在很多學校都做 應該在這幾個禮拜 是做一些tender的 那麼所以我也聽到 很多是這個禮拜 會開始接tender 那麼就是會upgrade 大家的network 令到那件事發生 那麼infrastructure 搞不定呢 其實這些事情很難發生的 那麼我們很高興看到 香港教育局 香港政府在這個方向 去lead那件事 去drive整個process 那麼process裡面 也有一個很重要的思維 就是bring your own device bring your own device bring your own device 這個思維的重點是什麼 就是其實每一個小朋友 都應該可以有自己的 device 去領導那件事 work 那麼如果你是申請Wi-Fi 900的話 或者1000的話 其實這個都似乎 是一個重要的方向 那麼表裡面 大家都已經提到 就是接下來的幾年 大家會是向 就是bring your own device 是怎樣去處理 大家會帶各樣的小朋友 小朋友他們可能用不同的device 可以怎樣 學校的policy怎樣轉變 technical support 怎樣令到那件事發生 那麼這些都是 其實我們e-learning consignment 其中cover到的topic 其實我們應該是 其中一個最初去提出 要用bring your own device 就是一個用者自負的model 去領導那件事發生的一個 的機構 那麼我們覺得 其實來近這幾年 我們應該在香港 應該是一個 在全世界 去領導那件事發生 我兩個星期前 在新加坡 他們正在討論 新加坡很明顯 他們某些東西走得很快的 但又反過來 在一個全城化 去做好一件事 其實這個我想 我們也是做得不錯 所以在這個位置 其實我們很值得去想想 那個bring your own device 裡面整個process是怎樣 我們上幾次 其實也有bring了 很多不同的工具 包括了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MDM 今天我們會focus 多一些在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那大家可能都會覺得 其實這麼多 這十幾年前 我們一直都在用 某些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都是很多 在Linux based的 一架機放在桌上 但是現在我們是 雲端的年代 其實我們每個人 平時都在用很多 不同的digital device 我們如果 萬一你掉了電話 你很開心 買一個新的 新的時候 你只要幾個小時 全部東西就會升上去 那麼這一類 我們生活的東西 怎樣去令到 資訊科的融入生活 融入我們一來是教書的人 和小朋友的下一代 其實這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 我們離間的向前 有幾個大的 topic 我都想特別去bring out 和討論一下 其一就是向前 其實我想提醒大家 其實去到底 我們的重點 就是由1.0的教學方法 轉做 所謂2.0 其實就是 student centric learning 就是以學生為 中心的學習方法 所以其實就是 包括了 就是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包括了 就是令到他們 按他們的potential 可以發揮得到 那麼 在一個過程當中 有不同的事情 會做的 那麼我今天會專注於 LMS的整個位置 但是這個整個位置 裡面有很多 第二樣東西都會討論到 那麼第一就是 其實LMS 是一個什麼東西來呢 那麼 那麼通常的人 如果我去到學校 就通常會發現 就是一個 交功課的工具 那麼就是 我去到很多校 就跟那些學校聊天的時候 他們都會說 其實我們用這些LMS 做什麼呢 就是其實去到底下 就是在上載這些資料 那麼其中一些學校 就可能處理著 就是學生的director 就是跟學校那個 就是哪個屬於哪一班 跟WebSams的 政府的系統的聊天 通常就有這樣的系統 那麼通常呢 如果十幾年前 那個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似乎都是專注於 Administration 那個方向的使用 那麼其實對Learning 是沒有什麼大關係的 我認為讀書 不是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一個項目的 因為大家發現 在手機上 其實都有很多種方法 令到我們可以審寄到 所以這個Learning System 其實是應該 我們重新去看看 這個Definition 今天呢 我會討論多些 我經常會借一個 這樣的metaphor 去講這個Learning System 其實它根本上就是 怎樣把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器材 不同的工具 不同的東西 放在一起 而下面可能有些線 很複雜的 但是呢 我們怎樣去 大家一起在一個環境裡面 可以很容易地 令到用者可以用 充電機呢 其實是其中一個功能 那麼 Across Multiple Device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現在可能在家裡的PC 可能在Tablet 可能在家長的Device裡面 當然都會討論到這些問題 就是如果我們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資訊 可以給予到家長 令到他們的興趣增加呢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一個位置 那麼這篇圖 其實我們用了四五年 我再一次拿出來 拿出來討論一下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我們慢慢發現 本來我們可能會在 E Class I T School 這一類這樣的系統 其實我們看回 其實這個系統其實 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需要看到 一就是Lock In 包括了 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 Single Lock In 的Mechanism 令到一樣的Lock In Lock In之後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管理 包括了E-Mail 對家長來說 LMS基本上就是 跟他聊天的E-Mail 其實大家都可能知道 我最近都寫了兩篇文 講到這個問題 因為我最近幾個學校都發現 在這個時間 和開學的時間 就是通常LMS死的時間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大量的E-Mail 要寄出去 或者開學 很多通告要寄出去 其實大部分人 就認為這個LMS 就是E-Mail 其實我們也覺得 很明顯 這個只是其中一個部分 今天也會討論到 今天我們很高興 有其中一個講師 來講到 就是Google 就是一個環境 Google大家都很熟 它是一個 Consumer 很出名 或者Mobile 很出名的一個功能 的一個工具 或一個品牌 但是它在教育界 裡面的使用 可以是怎樣呢 其中一個位 就是我們就討論到 其實今年裡面 例如去年開始 其實就這個 Microsoft的Office 365 或者Google的 Google for Education 其實越來越可以 在學校裡面使用 那怎樣使用呢 裡面的又怎樣配合呢 其實我們平時 日常生活都可能 已經在用過這樣的工具 我這樣 我如果掉了電話 我的所有人名 是在Google的 我所有calendar都是在Google的 那你想想一下 其實動作就是 如果我們要跟家長聯絡 其實我放在一個公司的calendar 只是給同學去看 或者家長去看 其實是更容易 你要叫它回到網站 找到那個版本 以及做到那樣東西 因為所有手機都有 這些螢幕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看 其中一個重點討論到 就是如果在我世上 現在的網絡的使用方向 已經是用很多公司的工具去使用的話 那那個位其實是一個什麼位 那個位是我們 可不可以多一點螢幕 進入我們的學習環境呢 有些老師都在跟我說 會不會是安全 安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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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也是值得討論的 其中一個我覺得是相對性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是 你認為放在你桌底的那架 PC 不小心都可以倒兩杯水 那是否安全的環境呢 反過來我們 又會有什麼東西 是會放上網 什麼是不放上網 這些我想都值得討論和學習 那整個… 有人送我 這樣吧 有人發訊息給我 如果我女朋友 大家不要太說什麼 好 接著就是… 接著就是… 各樣的系統 電郵 訊息 storage 其實那些系統 我們未必一定要放在學校裏面 有些我們會討論到 有些安全的系統 可能是很重要的 可能是分數等各樣的東西 但其餘的普通的東西 其實放在學校外面是很大的 舉例 最近我聽到很多學校的系統設計就是這樣 就是如果我把大量的大型的 電郵放在學校的伺服器裡面 你的下載連結就可能很快 你的下載連結夠不夠快 有沒有想過這些問題 那其實就… 因為我們也會討論到一個工具 也會討論到一個方向 就是教學方法上的轉變 其實接下來今年和以上一年 都很多很多討論到 就是用到不同的工具 包括了Flipping Cash Room 就是一個教學的方法 一個Pedagogical的方法 就令到我們其實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用Video各樣的方法 去令到大家可以去使用 以及去做反轉教室的一個學習方法 那今年我也知道 很多的教育局 以及很多的訓練都是按反轉教室 那今天我們也很高興 有一個機構 他們就 develop 了一些free的工具 去幫大家在反轉教室 deployment 裡面 去做得好 那我知道他還有一些pilot 可以 sign up 所以如果是就可能盡快可以做 那OK 另外再下去看 其實我將這條架架三層 一層呢 就是LMS 我覺得要重新要Define 以及重新要準備 那麼我們其實… 我也知道教學方法 在這個方向有很多討論 向這個方向討論著 那麼剛才我們說 善用外面的工具 善用Internet上面有的東西 我們那一刻有大方向 Log in 要很簡單 那些很大方向 那接著呢 我們覺得更加重要的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其實就不僅是Administration 反而要過來這邊多一點 就是Learning 要更加做多一點 那Learning 做多一點的時候 可能要想到的東西 就是什麼呢 就是 Big Data 就是當我們這些大量的Learning 是可以發生的時候 其實那個過程是怎樣的呢 那個User 的資料是怎樣處理的呢 我自己會說 一個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如果沒有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就是Assessment 是需要重新再第一個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就是可以幫助我們 令到不同的小朋友 他按著那個需要 按著他的不同的學習進度 其實是可以 可以令到他那個 可以處理到他那個 我們可以給到不同的工具 給他 幫他去拔尖或者布底 去做到不同的事情 那所以這個位置 我們覺得向前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是一個很重要的 整個 scenario 我甚至argue 將來的電子書 很明顯不只是 Safe as PDF的一些電子 即是把本書變成Safe as PDF 減輕了 而應該是要有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這些工具 幫助我們不停地 去幫助小朋友學習 以及學習的過程當中 配合資料給我們 令到我們有 Big Data 去Plan on 跟著下來的事情 所以這個整個方向 亦都 lead to 我們剛才說的Learning System 跟著就是 Fibring Classroom 是其中一種的教學方法 我們從來不覺得 有任何一個方法 可以取替另外的方法 但過程當中 我們可否用不同的方法 去使用得到 尤其是這個 用video-driven的方向 一人會討論 跟著就是 這邊 右邊這邊 就是Content Model Content Model 我自己覺得 就是Content Business 一來要討論 其實教育局 一直都有一個 我叫黃榜 大家說慣了 就是這些書 想黃榜 大家才敢用來 去選用 一個適用教科書的書目 但在電子這個書目 我們其實都覺得 教育局也很清楚的方向 是那些東西會越來越開放 我們覺得 其實身為EFC 我們的工作 是希望整個市場 更加開放 以及更加公平的競爭 那麼教科書 大家有這麼多老師 大家都知道 其實教科書的書項 是小的 因為資料不太多 A product和B product 有什麼不同 大家也不太知道 所以這個過程 可能有銷售士跟你說 你可能知道 不知道 我們覺得這件事 其實都可能需要透明化一點 不同的 features 應該放多一點 也有一個很簡單的討論 最近發生 譬如舉例 有些教科書的requirement 是要require 所有的platform 即Windows iOS 和Android 但其實如果你選iOS 其實你也不怕 它旁邊是否活動 關鍵是它那個 有沒有足夠的feature 令你看得到 所以這些位置都值得去討論 就是我們可不可以 向前的時候 將這個教科書的書目 和那個information 可以更加多少拿出來 令到市場更加多的 transparent的資訊 和多少競爭 我自己相信 就是真的競爭 就是會令到價錢 可能會有好的調整 和產品的quality 亦都會向上 所以這也是很重要的方向 其實向前 在這三個大的area 就是learning 即是system design 上面 Pedagogical上面 以及在content model上面 其實我們ELC 會有一個重整 我們接下來Summer 會有一個重整 我們平時 每一年做三個到四個大型的show 是不同的topic 今次我們開始試多一點 是較為深入一點 因為我們覺得火車已經開了 大家向那個方向 Elearning的事情已經發生了 個別的問題 我們每一次就可能會 專注一些深入的問題 可能下次 專注於assessment 可能專注於learning system 今次的learning system 比較多些 或者跟著的content content presentation 可以用甚麼方法 教學的方法上面 可以怎樣轉變 這幾個我們都覺得 是重要的area 最後想提一提 就是informational literacy 包括了小朋友 和家長都很重要 我們覺得 其實未來今年 都需要多一點討論 因為我看市面上 很多書都仍在教 This is a mouse 但其實我們現在 可能用的很多不同 教學的東西 其實整體的醫療聯工具 都沒有甚麼 mouse 所以其實一個很興趣的事情 就是我們的 informational literacy 或是digital literacy 這個題目 其實都比較落後 今天我們都很高興 Sean 就是Google 都會跟我們分享 多一點 就是譬如Google 如果我們做search learning to learn 是一個很重要的題目 search是一個很重要的題目 基於這樣去學習的時候 其實那個過程 是有甚麼過程 從Google的立場 他們怎樣去教我們 怎樣去用的東西 我們都很希望 他們可以給我們 多一點資訊 令到我們以後 在香港的老師 其實多一點可以用 譬如這類工具 譬如我們想用Google Map 做這個experiential learning 其實很多事要發生 就是離開了課室 到外面去使用 Map 是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Google Map 全體應該都是最厲害的Map 從這樣的角度看 其實那些東西 我們怎樣融入課題裡面 那個就跟learning system 未必有關 那個就是information literacy 那個方向 那麼information literacy 我自己覺得 因為現在我們整體的技術轉變 所以不僅是小學的 其實小學中學 我們都覺得有需要 甚至我們採用 就是當你走BYOD的時候 其實是否都需要有個方法 教育小朋友 即是他的機器是怎樣使用 以及運作呢 那麼最後呢 我想說一下 就是我們開始會探討一個新的項目 接下來的幾年會多一點說 其中一個就是 就是孩子 就是家長的加入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從來都是 但是家長的加入 向前其實可以有一些新的方向 我們都很高興見到 在市場上面 有些新的產品 慢慢是可以令到 家長越來越多 可以取得到小朋友的資訊 那就是可能 如果他是assertion for learning 他做著不同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報告給家長聽 其實他們不同的科目的進展是怎樣 每天的進展是怎樣 每天可不可以給一個小朋友 之類之類的東西 那麼其實我們覺得 可視得到向前 其實可能是可以有些不同的工具 不同的方向 令到這個教育的發展可以發生到 其中一個我們見到 其實就是這幾個禮拜後 在討論著創新及科技局 即是新的局的發展 那麼其實香港 其實很多時候討論到 都是香港在創新的公司上面 是比較少的 那麼我們身為一個商會 我們都覺得 有很需要幫助去 去promote這件事 就是其實是不是有多一點的公司 在這方面可以發揮 以及可以做不同的事情呢 那麼我們就會 其實以後呢 我們會多一點點 encourage一些新的 可能是 就是 我們叫Edutech的公司 即是教育的技術的公司 它可能在不同的位置 可能是跟教科書有關 可能跟教育荒廢有關 可能跟家長的元件各樣都有關 那麼就promote那件事發生 那麼這個位置 我們都activity 跟政府不同的地方聊著 可能會有些funding下來 去encourage大家 去start一些新的思維 新的東西 那麼這些當然 那當然 QEF可能適合大家 在教學方面的使用 但是QEF可能是在學校裡面使用的 但是反過來 如果是新的公司 當這個市場發生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有很多新的機遇 所以我們 encourage 很多不同的人 或者大學生 或者老師 可以開始試一下在這方面 可能創業 去看看這個新的市場的發展 那麼這些我們都覺得 在一些新的位置 我們再向前是希望做得到 那麼我不妨礙大家時間了 我們其實基本上 我們今天就想再reposition我們自己 在這個3.0年代 其實我們覺得 就是content 越來越明顯發生 那個network 亦都開始裝好了 那麼我們其實就 教學的方法 以及不同的新involvement 我們都需要bring out 多謝大家今天